隨著都市進步發展 基隆市議會相當關心電感地下化的問題 同時也希望強化供電設備 減少停電 因此特地安排考察 參訪台電基隆區處 我們身為民意代表 然後吸收到很多的這個選民所拨 然後再關心 第一項就是剛剛我們處長提到的 電感地下化的問題 第二就是為了用電量的需求 然後不足的時候 怕一直在跳電跳電 所以這是我們所有民意代表的這個資質 基隆區處也表示 基隆市目前地下化平均達到46% 會逐年繼續推進 而這幾年來供電設備的強化 去年和107年相比較 也讓停電問題減少一半 主人來編電預算來進行這個地下化的工程 那地下化工程有幾個瓶頸需要排斥的 一個就是說我們的像在基隆市 因為多山區 那我們的道路的路幅也不是很大 那再加上那個下地地下化之後 反而需要更多的空間 來擺放我們的這些供電設備 那這個在施工上多多少少都會造成很大的空間 那我們都會去跟各界去做好協調 來排除這些問題 那這樣子呢也會影響到我們的一個地下化的一個進程 那本市我們的各區喔 那個地下化的比例喔 大約是在38%到59%之間 從整體來講我們整個基隆市喔 地下化的比例是46%不算高 那我想喔 除了剛剛我講的這些問題 留待我們去集結客戶 我們還是逐年會去檢討 那我們的地下化還是會陸續來進行 也就是用現在最新的科技喔 我們來做好這些轉工的能力的提升 能夠縮短我們的停電時間 也能夠在第一時間把這個停電的範圍縮小喔 那我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真的是這幾年已經花了個相當多的精力喔 去從事這些相關的提升的作業喔 那目前這樣子執行的成果喔 從去年的時機喔 我們的停電次數已經比107年整整下降了一半喔 也就是說減少了數二%喔 這是可以看得到的一個很好的成效 台電基隆區處進一步表示 因此也希望地方政府可以依照規定編列預算配合支印 同時因為基隆市道路狹窄又多為山區 民眾反對在住家附近設置地下化配電設備 這一點也很難取得共識 因此也需要市政府和市議會幫忙協助和民眾溝通 才能夠共同順利推動地下化工程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